下年是实干新班 成批式万番有机 必华 宁悦得 正大 要青春 招财大福除旧税 商道家母万事兴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平安喜乐 万事顺益 祝愿中国资本市场 恒博发展 行稳志愿 祝愿资本市场 宏福大港 万番有机 公祝您和家人 富年吉祥 健康平安 万事如意 何将幸福 祝愿新春佳节之际 忠心祝愿广大投资者 大展宏图 前途无量 祝愿伟大祖国 分调与顺 繁荣昌盛 祝愿广大投资者 身体健康 万事顺益 玉兔城墙新奇点 风华正茂展宏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这里是第一财经大展宏图之 2023春联进行时 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 在今天晚上三个小时的 特别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我们会邀请屏幕前的您 与现场的十位嘉宾 一起来品春联 聊股市 迎元宵 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 我们将在有看透家APP上 开启多人互动 并送出多份新年好礼 所以现在的您 就可以扫描二维码 进入有看透家APP 来看直播迎好礼了 是的 此外呢 我们的特别节目 也会通过 第一财经抖音号 第一财团抖音号 第一财经视频号 看一财视频号 以及第一财团快手号等平台 进行同步直播 李婷啊 我发现今年 好像少了一位主持人 杨子去哪里了 是啊 咱们一年一度的春联进行时 怎么能少了杨子呢 我们现在呢 就来连线在 另外一个演播室的主持人杨子 来听一听 他今年给咱们带来了 什么样的春联 杨子你好 李婷 月建新 你们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这儿呢 确实这是我参加主持的 第13届春联进行时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生肖是12位一轮 那今天呢 我们的大展宏图春联进行时呢 也正式迈入了第二大轮啊 在今年呢 我们也收到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 发来的近千幅的春联作品 在经过第一财经 与上海英联学会的 共同评选之后呢 最终 由五福春联脱颖而出 融令了今年的五强春联 我们现在呢 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到底是哪五福春联 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决赛圈 我们来看一下 2023大展宏图春联 下连是春天回谷市 盘迎喜气 喜迎盘 横批 玉兔城祥 作者 山水乐鱼 75号连 上连是 观半信经营 足千一彩 飞驰报 下连是 听一彩资讯 眼映飘红 接续来 作者 鸾桂明 109号连 上连是 城池古战场 千年赤兔多家喻 下连是 戳立新时代 万里长风 侧壁体 横批 大展红兔 作者 邹国成 114号连 上连是 燕仔耕春 春戎一路 玄歌礼 下连是 满图有梦 梦逐四时 风雨中 横批 一才二十岁 作者 邹国成 阳光普照 玉语澄清 春雨心愿 第一财经 我这个脸啊 用了十三年了 今天呢 横批改一下 欢迎投票 欢迎马上投票 那从现在开始呢 您可以点击 第一财经 今日股市 第一财经 谈股论金 与第一财经 公司有行业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推送的头条文章 来为您喜爱的春联作品 进行投票 投票的截止时间 是今晚的8点40分 我们将以累计票数 来决出大展红兔 2023春联进行式的 冠亚季军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将邀请您 坐在我们的身边 和大家一起来品春联 其实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现场 有两位嘉宾 如果我用这个兔的谐音梗来说 一位是谈兔不凡的 来自上海迎联学会的副会长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刘明刚老师 欢迎您 谢谢 那还有一位呢 是大展红兔 为什么说红兔呢 因为是洪涛老师 我们就说是大展红兔的洪涛老师 他是第一财经证券部的主任 其实啊 也是我们春联进行式 这个活动的创办人 就是这个栏目啊 最早点子从他那来的 我们一会儿要跟他进行采访 那在采访之前啊 我们还是请你们先送出祝福吧 今天带联来了吗 带联 谁先来 谁先来 洪老师先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给大家先拜个年 我代表第一财经证券部的同仁 这里边呢 准备了一副连 这个连呢 因为可能比较长 这个长 这个长 比较长啊 可能一下子 长不太清楚 一下子 我可以把这个连呢 大致的意思啊 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连是这样子 十亿三年 扬眉吐气 宋温神 十亿三年 扬眉吐气 宋温神 对 下连是 一财念载 大展红图 谋新篇 横批是 春与心愿 正好切合我们主题了 太好了 刘老师的连 我的连是 前聚引虎 后盘成龙 最喜某年 有前途 左辞 东寒 金木春暖 孝看新事 飘红图 孝看新事 飘红图 这个正好印证了 这个股市 对 谢谢两位的祝福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 再交给李婷 李婷 好 谢谢杨子 接着呢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首场嘉宾 有两位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有一位呢 可以算是我们的新朋友 首先呢 我们要介绍到的陈文老师 欢迎你 另外是潘米地老师 欢迎 还有呢 就是我们国泰军安投顾孟工厂的优秀投顾 陈显峰 也欢迎你 今天晚上 国泰军安投顾孟工厂的三位优秀投顾呢 其实都来到了我们整个的直播现场 据了解这一次国泰军安投顾孟工厂比赛的视频作品 吸引了近90万人次的观看 而今天的几位嘉宾呢 更是从参与大赛的356位投顾当中脱颖而出的 那么他们也会在今天与广大的投资者 一起来探寻一下 兔年A股的投资机会 让财富梦想成真 那么接着呢 我们要开启对于兔年行情的展望之前 咱们先来通过一条短片 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虎年A股情况 回顾人影虎年A股市场 行情可谓大起大落 一波三折 上证指数整体呈现出W型走势 虎年一时 世界形势风云突变 海外爆发地缘冲突 全球疫情反复 美联储加息缩表 多重影响下 A股经历了三个半月的大幅回撤 直到4月底 市场在机构赛道股的带领下 奇稳反弹了两个月 随后受到中报业绩不及预期等影响 市场重回跌势 直到11月 在政策指引明确 外部不利因素逐一兑现 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北向资金持续流入 A股迎来强劲反弹 数据上看 虎年上证指数下跌2.87% 深城指下跌10.11% 创业板指下跌11.1% 科创武林指数下跌16.28% 板块上看 桶花顺数据显示 煤炭旅游景点 医药商业 新材料 港口航运领涨 跌幅榜上 计算机设备 互联网电商 半导体 环保 钢铁表现不振 虎年个股涨幅榜中 剔除新股后 绿康生化成为 虎年最牛个股 通认装备 保民科技紧随其后 跌幅前三名个股分别为 新号ST紫金 新号ST泽达 新号ST集爱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 虽然虎年A股行情 跌宕起伏 操作难度较大 但是年末的红包行情 也让人们 对兔年A股的春季走势 充满期待 好 其实看到 对于整个虎年的 这种梳理 大家也会发现 虽然虎年在一开始 是出现了一些震荡 或者调整 但是毕竟在收官之前 是出现了一些翘尾行情 当然这也是直接传导到了 咱们兔年的开局 现在整个这个市场 感觉情绪也上来了 成交量也上来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能够 维持在万亿之上 也说明市场的热度 开始逐渐的升温 所以对于兔年的行情 肯定是可以去期待的 咱们就说说当下 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程老师怎么看 好的 那么大家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虎年过去 兔年已经到来 那么兔年的开启 兔年的表现 绝对是一个开门红 我们不敢是看 不管是看日线的多头排列 还是看周线月线的表现 都是一个满唐红的表现 那么在这个近期 我们也看到了3300点的上阵中指的一个高点 那么兔年开了一个好头 那么我想经过一段时间消化盘整 我觉得后面还是可以看到好的行情在后面 好 今天咱们是2023春联进行时的特别节目 也是我们第一财经一年一度 通过春联的方式 和大家品春联闹元宵聊股市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三位嘉宾 其实他们也是带来了自己的春联 程老师 跟我们来说一说 您的春联是什么 我这春联应该跟虎年有关 跟今年的兔年也有关 那么这个春联大家听一下 多跟大家的股票或者操作也有关 那么上联是市场强 板块强 股票强 虎赛虎强 下联是水平高 看盘高 操作高 兔比兔高 恒联 兔年大吉 成全其后的一幅链 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跟虎年兔年有关 跟陈老师的这个风格 包括在锦囊上的风格也有关系 看盘强 实战强 那咱们再来听一听 潘老师给我们也分享一下 您的春联是什么 好的 先来回顾一下我的虎年的春联 我还记得 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四个字 当时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打得过就打 富贵显中求 然后打不过就逃 对吧 然后保本最重要 然后横批 虎口脱险 然后经历了一年之后 确实我们确实是虎口脱险了 是这样的 然后今年到了兔年 我兔年的春联是这样的 大家也听一下 是狡兔三窟 冰封三路 然后是动炉脱兔 快进快出 然后是突出重围 是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到达了那个兔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去年的11月底之后 很明显上均指数上涨了15% 然后创业本指数上涨了20% 这真的是虎口脱险 然后也一直在突出重围 那么对于前期的行情呢 特别是在整个就是这一轮起来的行情 我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 但是市场的气氛也赶来了我 让我觉得真的我们在央行 就是不断的大量的逆回购 然后在北向资金这样的一个快速入场 然后随后又可以看到我们的 就是去年整个货币又是超发了28万亿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点 我们可以看到 突年首个交易日是跳空高开 然后五个交易日是两阴加一阳 就像我们现在的 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是阴阳比 我一直看阴阳比 然后这个阴阳比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是4比1 就阴线比阳线4比1 所以我觉得突年的开局 我觉得有可能会把前期的阶段性的上涨 然后转向横向的区间 这是我对去年开局的判断 但是去年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低的基础之上 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我也祝愿整个突年的行情 真的能够突出重围 对对 就是您去年说虎口脱险的时候 当时还想呢 这虎口脱险 咱有着必要吗 没想到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突年毕竟是开了一个好头 所以呢 还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期待的 好 那接着我们带来看看 陈显峰 你是想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 你的春联 还是想来说一下 对于市场的看法 我觉得我给大家带来的春联呢 也是和我们的市场其实是相关的 非常看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去年的话 我们可能是 对我们的市场来说 可能是内外有压力 是吧 对外呢 有美联储加息 包括我们的地缘冲突 那对内呢 是我们的经济下行 同时呢 我们经历了房地产主动的去杠杆 平台经济的整动等等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这些不利的因素呢 全部都在好转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对今年的行情 还是非常有信心 非常看好 好 其实几位从春联的这个表述当中 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 就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对于兔年这个市场 是一个怎么样的判断了 基本的一个预期是什么了 那接着咱们就来聊的详细一点 因为今天这个市场呢 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出现了调整的 虽然下午还是有探地回升 甚至科创50 还是能够红盘爆收 拉红了 而且尤其呢 是向数字经济 信创的相关品种 在今天下午 我觉得是成为了吸引市场 做多情绪的一个方向 甚至有个股市打到了涨停 然后也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了 所以这给我们的下周市场 有一些什么样的预示 是吧 我记得节前的时候 咱们说到油资不怎么干活 都是什么外资干活 机构干活 但是春节回来之后呢 明显外资虽然在买 但是感觉这个主导市场的地位 发生了变化 陈老师觉得下周的市场 依然还是比较活跃的嘛 看好什么方向呢 好的 虽然我们讲啊 这个长假过后呢 行情有一个高位震荡 有所回荡的一个表现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盘面 其实并不寂寞 可以讲很多的个股 包括最近的一些高标 包括最近的连板 其实它的效应 并不比节前来的差 那么我们看方向上呢 主要还是在 性创数字经济 包括近期的这个 人工智能 机器视觉 自动内容生成 等等 这里的品种 如果我们从这些品种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什么启示呢 我觉得几个字 就叫泛科技 其实在节前 在去年年底以前 我们对科技 对今年行情的表现 已经做了一些预判 那么现在的行情呢 基本上体现也兑现了 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 那么展望今年 整体兔年的行情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泛科技 就刚刚我们讲到的 这么多 有关科技的各种细分吧 我想呢 轮栏会有轮动的表现 当中恐怕 不管是事件性 或者是一些消息的催化 恐怕呢 也会对相关个股 再来这种 反复轮动表现的机会 那么我觉得呢 既有大背景的 这些因素 也有相关细分的 一些成长因素的 这些推导 所以我觉得吧 对后面总体的 泛科技的行情 我仍然继续看好 当然相关的指数的表现 未必会完全的同步 那么一方面呢 指数方面 短期内 恐怕我觉得前面连续 涨了一个比较不错的 空间差不多了 对 就短期内 甚至一个小范围的中期内呢 指数我们讲 期望不要太高 但是各股的表现 我觉得牛股会成出不穷 我一直说就是陈老师 尤其是就是对活跃资金 比较敏感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呢 是对于市场的什么呢 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方向 或者我们把它定义为 一个主线的方向 是非常清晰的 你看今年 其实一开年 陈老师就说到 看的什么就是科技这个方向 当然这个科技 它是在不断地扩散的 是泛科技的概念 或者我们当时也说过 是泛TMT概念 所以呢 就是它 你说有主线 它也有 但你要说没有主线 我觉得也合理 但是这个方向是给到大家了 那我们再来听听 陈老师 陈老师也刚刚说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 有点超预期了 是吧 因为指数层面偏凌厉 然后各股的情绪 包括成交量都上来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会更乐观一点了 好的 我们回忆一下 就是整轮指数的这个推动 它实际上是一个轮流推动 也就是它是先推上证指数 然后接下来是创业板 接下来是科创板 接下来是北交所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性的 这样一个推动 那么推到今天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 在节前大量的逆回购 现在就变成到期 对吧 然后随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北乡资金 它是大量的流入 然后到今天是第一天出现了流出 就减少到流出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 融资融圈的数据 在节前是很低迷的 但是这两天却开始放了出来 那么这也是一个对接 我们可以看到 场内的一个对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证指数呢 包括创业板 今天有一个特点 指数收盘 已经在五天均线的下放 那么从这样一系列的表现上来看 当指数运行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整体的 对市场的一个理解 和处理的一个方向角度上来看 市场的情绪的表达是这样的 像今天这个指数下跌 但它有可能更多的体现 为是权重的下跌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像跌停的股票 也不是很多 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股票 也不是很多 然后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市场的情绪 比如说涨停的加速 是出现减少的 这个动作非常明显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指数在这边 有可能是面临一定的选择的 因为它在跳空高开之后 把第一个缺口 自己当天回补 然后今天是回补了 当中的第二个缺口 第二个缺口 第二个剩下剩下来 还有一个缺口 所以说针对于指数的 市场选择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我们需要 进一步的观察和观望 然后我在有看头家的栏目里 我是这样处理的 我也跟大家 就是有看头家 因为我有一堂课 就从零开始 我今天中午做节目 因为我觉得晚上 我有可能要做 元宵节的节目 录的会比较短 所以中午就直接做节目 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我是直接 把所有的自选股 全部都清掉了 然后清完之后 发现下午 有一个股票是早停的 前面也是早停过的 所以我也不后悔 我觉得在目前 这个行情当中 我们就先出来观望一下 因为我在节前做节目 曾经最后一次 节目曾经说过 我们可以留三个方向 一个是指数的ETF 可以留在那里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 指数都已经上涨了 然后第二款是留着 比如说 质地比较好的 没有充分发挥的 那我觉得 现在也是补涨了 所以我觉得 我是全部都清完 现在是 当然有可能清错 包括下午是早停的 有可能清错 你这个 就是把所有的自选股 都清掉 是觉得说 我觉得指数上 可能没有什么空间 但是为什么在操作上 也这么谨慎呢 因为在操作上 我可以看到 像今天比较热的 出来的是 Chart GPT 对吧 然后还有 连续了几个交易 对 我们的自选股 就数据捐权的领涨 我也清掉 因为我觉得 就是在连续的上涨之后 我觉得出来看一下 等一下 虽然说对于行情判断 比较谨慎 但自选板块不落 非常非常优秀 所以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出来等待一下 比较好 突然我们重新出发 那是有一种 其实是一个落袋为安 而不是说对于这个市场 可能觉得没有机会 是因为毕竟前面 表现比较好 所以先落袋为安看一下 市场我觉得有机会的 待会我们也可以聊 好 再来听听 陈建峰怎么看待 刚才说到了 就是本周市场的表现 下周的市场 你是怎么研判呢 其实我对短期的行情 很乐观 包括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对今年 突年的整体行情很乐观 如果大家问 什么时候最乐观呢 那我觉得就是当下 我认为当下 可能会面临着一个 指数级别的行情 从什么逻辑来讲呢 就是其实目前呢 是我个人理解 是做股票 可能最顺畅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你不用担心 什么业绩的问题 因为目前呢 大家都知道 除了个别上瘾行业 大多数行业都很差 是吧 这个已经有充分的预期 同时呢 也不用担心估值的问题 因为估值呢 目前都在 基本上都在50%以下 还都很便宜 没有泡沫 同时呢 大家可能也不用 太担心一个政策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经济呢 是刚刚开始复苏 那么政策 包括货币政策 大转向的这种可能性 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目前的状态呢 就是股市的 质主是比较小的 大环境很好 特别适合 做目前做一个配置 那么为什么 我们以短期 有指数级别的行情呢 就是我们在过去 一到两个月 主要交易的一个 大的主线 可能是一个复苏的主线 包括我们从 房定产的一个 竣工端 包括我们对消费的 这个复苏 那么随着我们 冲结的这个消费数据 慢慢的一落定 那么对于复苏 第一阶段的交易 我觉得结束了 但是马上可能会有 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第二阶段是针对我们 开工 投资 尤其是制造业 投资的这方面的交易 我觉得即将要来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带动一个 有一个指数级别的行情的上涨 我觉得是短期还是很有机会 那如果说是指数级别的上涨 其实你看的应该都是偏权重 或者是带指数的 或者说是顺周期的方向吗 这个目前我个人认为 倒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目前呢 如果说风格的话 我认为可能目前面临的一个风格 就是很少见的 过去几年很少见的一个 普涨的行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过去这两年呢 可能大小的风化比较严重 有时候要么小盘好 要么大盘特别好 但是呢 我认为接下来一到两个月 可能是一个普涨的行情 因为这里面呢 既有顺周期的 传统经济相关的 大盘国的表现 那么随着我们3月份 中央会议临近 那相关的一些产业政策 可能大家会做一个交易的预期 那这个时候呢 予以成长型的中小盘可能为主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思路 毕竟兔年呢 整个这个市场 我觉得也算是红红火火的 首先是量能 对吧 先是外资 天天买买买一下子 流入1000多亿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两戎 也在春节之后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攀升 成交额呢 成交额也是维持在了 万亿的水平了 所以接下来市场 大家怎么去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找寻一些热点 和有持续力度的机会 一会儿回来听听 几位的观点 也欢迎大家通过 我们的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也可以通过春联的方式 表达您对于市场 还有股市的一些规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把时间交给杨子 稍后呢 会来听一听 我们的嘉宾们 对于五强春联的一个品评 不光如此呢 杨子呢 还会为大家送上 今天晚上特别节目的 首轮互动银好礼环节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今天股市 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有喜事 就由老凤翔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 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你找到适合当前家庭 投资的方向和机会 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 80年代 摆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 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 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 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 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 与其感叹一直错失良机 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 第十三届的春与心愿 春恋进行时的特别节目 刚才听到李婷 和我们的几位嘉宾 说2023年的市场 正所谓 我们说嘉宾 借兔说市场 主持 现在是出联 要送祝福 这就是今天的主题 在节目一开始 我就提到了 今年我们是第十三届了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来回顾一下 时光荏苒的 十三个春夏秋冬 春铁又红上市门 兔灯又亮元宵夜 从201年兔年春节开始 第一财经春与心愿 春联进行时活动举办至今 来到了第十三个年头 此丑银帽一轮回 市场涨跌几成福 十三年来 节目组收到了广大观众参与发来的 数万条春联作品 大家用春联的方式 谈股市品年味 弘扬传统文化 发表新年祝福 在每年特别节目中亮相的嘉宾 也令人难忘 2011年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的名誉主席 赵贵德老先生 现场挥毫泼墨 一副奔蟒潇洒飘逸 2021年国家级青词大师陈爱明 民间传承简纸艺术家福兆额展示精妙技艺 去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王群 上海营联协会副会长刘明刚 为活动揭开新一年主题词 13年来 有众多春联作者 或是亲临现场 或是短视频拉票祝福 他们的春联作品 无不承载着 对中国股市的美好向往和阴阴期待 一幅幅饱含着浓浓年味 寓意吉祥的春联月染纸上 现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 充满浓浓的年味 今年又会是哪条春联 最受大家的喜爱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是啊 今年谁的春联 最受大家喜爱呢 冠亚继军到底是谁呢 别忘了给我们投票 那在这里也展示一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互动过程当中的奖品 别忘了招财劲宝 讨个豪彩头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其实我刚才也介绍了 我身边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洪涛老师 一位是刘明刚老师 那洪老师刚才说13年了 时光荏苒 非常快的就过去了 刚我们回忆那个短片的时候 感慨非常的多 洪老师当时啊 就是我们是一个专业的财经节目 为什么会想起来 搞这么一个春联的节目 跟他就搞在一起 是什么事触发 您有这个点子出来呢 能回忆起来吗 这两天我大致想一下 我们是2002年开播的 有三档证券节目 其实想大家想 如果一年255个交易日的话 你这20年下来了 要有很多交易日了 当时在2011年之所以想到 要换一种新的方式 就是说每年255个交易日 大家天天盯着盘面坐的话 有一点 就是说太紧张了 审美疲劳 而且每年呢 有个传统的一个春假 春假期间呢 大家都是马放 马归南山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 能不能放松心态 能够寓教娱乐 能够做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 又和春节这个氛围 应景了这么活动 所以当时呢 就想到了 能不能每年在 这个我们先做个小的实验 搞元宵 我们做的这个春联 那么当时呢 也是在2011年 五桥五桥是兔年 刚开始启动了这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呢 事实上讲 刚开始我们只是局限于 比如说文房四宝 比如说纸胎研墨 琴棋书画这些东西 作为传统的 这个东西 但是要借助春联这个载体 因为大家知道 每年有闹元宵 中月十五闹完元宵以后 这一年才过完 那么就是说 在闹元宵之前 比如说赏花灯啊 拉兔子灯 今年刚好是兔年 这就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 我们能不能融进去 那么当时呢 又加上 我给大家透露 就是我们当时证券部呢 由于新媒体发展 我们有大量的走马灯在底下 已经经过很多年了 当时那个互动方式已经是 对 2008年 2011年 08年开始啊 已经是 对 它很成熟了 那么走马灯 作为这个名义上传下达的一个抓手 我们就等于说 有机的 就是把这个春联这个方式 通过走马灯 向全国征集了 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当时我记得春雨新院是 2012年才开始 当时我们另外一位嘉宾 我们在互动的时候说 有什么新院 要跟大家送祝福 许一个院 他说那你就叫春雨新院 这个词就定下来了 这个词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 事实上讲 当我们当时做 摊头文案的时候 开始想定它为春联进行时 但是后来呢 杨子跟我在底下交流过程当中 后来我也耳如不耳感 确实是春雨新院叫起来更加顺 你看我们从2011年到2023年 当后来基本上 就是按照每四个字 来作为一个定位 都有谐音梗了 你说第一年 它叫春联进行时 第二年事实上讲 叫春雨新院 第三年叫灵蛇送福 第四年一路叫飞马御风 三阳开泰 金猴闹春 金鸡暴晓 旺旺火火 是2018 因为写那个狗 旺旺 旺旺 旺旺火火 是2018 株连闭合 扶鼠风灯 扭转乾坤 糊糊身微 一直到今年的大展宏图 其实刚才我们说 这个四字的这个成语 跟生肖有关的谐音梗的时候 明刚老师 其实这就是一个横批了 就是一个联的横批了 那这么多年 您是每次都参与到这个评选当中 我们从这个评测的进步 还有我们股民朋友对市场的理解 还有借助对联来表达自己感情的这种水平 您能给大家回顾回顾吗 是 很可惜的就是我没有参加全部 但是我参加的这几年 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个我就很佩服 洪桃老师 他把这个春联和我们的股市结合起来 就我们的老百姓 就不仅仅是关心我们自己的财富 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 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 这几年呢 我参与的这几年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对联写得越来越漂亮了 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股民的整个文化水准 就看得出一步比一步高 它和股票和春联的结合越来越巧妙 其实刚才又有一个联 在我心中就涌现出来了 叫明刚老师评联 评测韵律美 还有就是洪涛主任 回忆过往感恩凯多 横批我们应该叫啥 叫兔月平原 你希望兔月平原 那其实洪老师 如果说回顾这13年 你印象最深的是 就是有一些点滴跟我们 印象最深的话 我可能感觉到 就是说是还是有几位 忠实的观众 包括特约的嘉宾 伴随我们这一贯 一贯之地下来 其实我印象当中 最深的话 就是说 第一页来参加我们春联的 特邀的嘉宾 叫赵桂德先生 赵老爷子 他当时现场的灰豪泼墨 给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八楼 真是想起来真是时光一晃 灰豪泼墨 然后给我们 他擅长画奔马 他除了给我们第一财经画的奔马之外 他还应邀为我们当时 前三名的春联获奖者 亲笔写下这个联 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 当时因为我们当时 有三档证据节目 有两档节目参与 一个叫谈古论金 一个叫公司与行业 我当时我命题作文 我叫赵老爷子 你能不能帮我给两个栏目写两个量 然后他说你出词 我就给他 一个叫寻黑马 古海淘金 一个叫御白马 投资有道 事实上寻黑马 我觉得短线操作 可能更加适合于谈古论金 这个栏目 御白马 因为有一道叫公司与行业 讲公司基本面 所以他两个节目都给起 对对对 后来这两个联呢 当时还作为当年的幸运观众的抽奖 引发了非常多的网友的关注 这故事很多 以后可以在外面再讲 其实今天我们的五条春联 大家都要点评一下 都要进行一个评讲 我们先认识一下作者好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18号春联的作者 他是来自山西省平定县的梁浦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梁浦好吗 我坐的那个丛联上联 成平吧 是个汉语词语 就是说天下太平的意思 兔豪就是指兔毛做的笔 契合经验是兔年 就是用兔豪这个笔 写符字 应接从天的到来 项链吧 成乡昭泰 就是说希望疫情马上过去 有一个批极泰来的意思 牛诗指的就是股市上涨 这句话用的是唐朝诗人 唯一引误的一句诗 穷朝待遇晚来几 画用他的诗 也就是说希望股市一路上涨 裁员拱拱 对于未来的美好期盼 谢谢你们 其实明刚老师 刚才梁浦的这个梁 应该说水平很高 其实它里面典故也很多 对 这幅梁确实写得相当不错 上梁是家国成平 兔豪舒服迎春道 下梁是承香兆泰 牛市长朝待遇来 我觉得这幅梁最好的 最巧妙的地方就是他用兔豪对牛市 我们一般讲这个对联 它有几个难的地方 最基本的要求我们一般都是要 这个字数相等 那不相等就不叫对联了 第二个要讲究平字的相对 第三个还要你词性的相同 那么第四个就是你要用词巧妙 他这个就是用词特别巧妙 今年是兔年 他用了兔豪 那兔豪这个词要找一个相对的词 并不是特别容易 而且要特别是找到跟我们财经节目相关的这个词 他正好找到了牛 牛市 非常巧妙 非常巧妙 我觉得这个是用的特别好的地方 他说兔豪舒服 那也是我们春节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民俗的方法 正好是写对聊的那个场景 我们家里面经常会挂一个道话的一个符 说是谐音叫福道了 都要写一个符字 他用兔豪舒服 这个写的就很合这个 正好合这个时节 而且很上口 对对 讲牛市长潮呢 又很合我们的古民的心愿 期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么他刚才也讲到那个城乡赵泰 也讲到我们常说的一个成语叫脾气泰来 那这几年呢 我们不是特别顺 那我们希望能够走到最后以后 能够有一个新的转变 有一个新的变化 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 所以我觉得这幅联确实 我们希望金兔迎春步步为营 用他这个脾气泰来我们做一个眼神 那刚才是梁浦 我们还要认识一位朋友叫山水乐宇 这位朋友以前在我们的互动当中 应该是每天都会给我们在互动留言当中 留一首打油诗 用这个打油诗来描述当天的市场行情 非常不容易 我们来看看他给我们带来的44号春联 大家好 我是44号春联的作者 山水乐宇 先说联中的喜鹊 喜鹊原本就与股市密集相关 与三只乌鸦相反 喜鹊是个奇想物 暴喜鸟 喜鹊闹眉 或喜鹊登之 在股市里是个非常美妙的黑线形态 它预示着股市的春天即将来临 在行情大好的日子里 投资人时常面满春光 行情好的时候 大盘小盘 同样充满上蓝的喜气 对联中的面满满面 盘银银盘满银银满 日理行间既有健康喜效的面容 又有稳健向好的盘面 焦香灰映 趣味较浓 想当年 第一财经记者沈金波 在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大题目前 采访股市 那时 股市全线大展 人人红光应面 仿佛四季如春 历历在墨 再说上年中的面子 以下年中的盘子 还都是股市里常用字 日则四号春联 在创作过程中 参考了春回大地 和喜上眉梢 两个吉祥成语 整幅对联 春意盎然 细洋洋 而且对葬工整 凭着协调 谢谢 山水乐鱼 其实这个名字 已经是非常有趣味 闲情抑制 也是在感受 隔海观望整个市场 有这种气魄 洪老师点评一下 山水乐鱼 就是说是作为我们 就是说是十几年以来的一个嘉宾 十几年就是 等于说是热心的观众 在微信 没有开始之前 就是说在 走马灯时代 它已经有了 然后后来我们这些 这个春雨新院 这个一路正细的 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参与者 那么刚才就是说 在电视当中 已经介绍了 它这种评测 压运啊 包括它介域 还是动脑筋 整个脑筋 非常非常不错的 44号 对对对 明刚老师 是很同意 刚才洪老师点评的 就这位作者 在这幅脸里面 体现了很高的文字水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呢 就是它用成语用的 话用成语用的特别巧妙 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经常说的 叫雀上梅之 这我们传统的一个 很典型的 这个传统的一个题材 就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听到喜雀 在这个梅花的树上 叫的时候 我们往往浴室是什么 我们出门见喜 一出门就会碰到好事 这个我们今年一开年 如果能碰到这样的 这个景象的话 我们一定觉得非常好 第二个呢 它特别巧的是 它的下半部分 上连和下连的下半部分 是面满春光 春满面 下连的下半部分呢 是盘饮洗气 洗银盘 这个呢 在我们修词上叫回文 回文就是你正读反读都一样 它不是叫 有一种是顶针 这是回文 回文 你看这个句子七个字 你从后往前读 是一样 和它从前往前读 一样 自来水来自海上 对 就是您讲的这个 就我们以前有一个 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梗 就是大家经常说 有一个回文 这个上连叫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对下连特别不容易 为什么呢 这个你要正好找到这个 完全能够对得上 意思能讲得通的 不容易 它这个连呢 我觉得比那个上海自来水 还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上海自来水 肯定不是从海上来 要不然咱们得闲死 正好是用了一种修辞方式 对 所以呢 它这个呢 从意义上讲 更合理 这个两个两句话 讲得更到位 对 我们觉得听得呢 不仅仅舒服 而且这话有道理 18号连 44号连 两位 我们就斩联了 其实刚才 他们是来自山西 上海 是不同的地域 那洪老师也告诉我 这13年 尤其是2021年 其实啊 包括港澳台胞 都给我们来联了 大家肯定 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节目 他的这个号召力啊 全国性的啊 辐射性 应该讲 慢慢慢慢的渗透出来 您还记得一位 我 我马上要连线一位 一位朋友啊 让洪老师再感慨一下啊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当时啊 在这个 2020年疫情的时候 连线了武汉的 陈老先生 今天呢 我们又打通了他的电话 我们想听听啊 他对今年这个行情 怎么看 那是 他是参加过我们兔年 就是第一轮兔年 2011年的冠军 2011年的冠军 12年过去了 对对对 现在八十 八岁 八岁了 好 我们来一起听听 陈老爷子 他整个 对整个 就是他 对2023年行情 有什么样的新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吗 我们来试着听一下 连线一下 您好 我是杨子 您好 新年好 谢谢你 今天我们正好又是元宵节的特别节目 春雨新院 我们记得就是上一次兔年的时候 您就给我们来投稿了 您看这一晃都十几年 包括这个武汉上次疫情 我们也连线 一切都还好吧 谢谢你 我还行吧 现在 现在对市场怎么看啊 您能说说吗 我怕说不好啊 我经常看第一财经 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个正确市场啊 逐渐的发展陈述 我想我们的经济会 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 正确市场也会发展 正确市场也会发展 正确会 与实际际 外国的环境呢 现在也比较复杂 所以说 我想 我自己主观的想法是 2023年 可能会有行情 但是呢 不大可能 好像全面 好像怎么样 好像结构性 结构性行情还是会有的 您看好什么板块啊 我们先还是恢复新的 经济恢复的上涨 还是会有的 安静腾心啊 20年 大概就是那个 我希望会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期待啊 那如果今天我们正好是春雨心愿的特别节目的直播 您也许个愿吧 希望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发展得很好 我们大广大的股民呢 希望能够扭转过去的这种 亏损的局面 能够小小的有一点盈利 好的 谢谢您 陈老伯 祝您身体健康 这是一份见证 洪老师刚才眼眶又有点红了 那其实在今天活动当中呢 我们还给大家呢 送上今天元宵节特别节目的一个特别活动 就是要请明刚老师给大家出个上联 我们现场对下联啊 好 这个 我这个上联呢 也是我们迎联协会的另一位老师啊 我请他出了这个 写了这个上联 不太难 但是呢 意思跟咱们这个节目和咱们这个股市呢 都有一定的关系啊 叫明康 事态 迎新岁 明康 事态 迎新岁 希望大家呢 能够踊跃的出联 截止到今晚的八点 欢迎大家登陆 有看头加APP直播间 在评论区写下您的下联 最终的优胜者的下联呢 将会得到刚才我展现的啊 这个银元宝的好礼啊 大家别忘银元宝的好礼 好了 广告之后 我们再次把时间交还给李婷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函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资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涂败风华 经典历久明星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夹直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不要动啊 我用成的女生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了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乐享幸福贵金属产品 由中国工商银行 携手故宫博物院 以故宫馆藏 凶白玉十二月令组配为原型 融入十二月花卉和发廊彩传统工艺 十二枚足晶月令花牌 既可单独佩戴 也可以陈列观赏 代表十二个月 足晶月令花牌正面 为十二月令花元素 背面是每月每种花 对应的四字名文 诗情画意 意境幽远 内圈正面 镌刻十二月绿名文 华美大器 富贵典雅 十二个月的祝福 凝聚成一方平安寇 时刻守护 平安护佑 产品在工商银行各大网点 及手机银行APP 均有销售 九十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 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伤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大战红兔2023春雨新院春联 进行十远消节的特别节目 刚才听到杨子和几位嘉宾的这种分享 而且我们也听到 有位88岁的老人家 给我们分享了他的春联 也是提到 这可是在我们的十几年前 说我们的第一届春联进行时 就是冠军 然后为我们分享了他的春联 我觉得这也是 这个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第一财经的关注 当然更多的 其实也是对于我们中国证券市场的一种关注 也是有美好的期待的 因为大家都是把市场的美好的期待 寄予到了春联当中去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吧 今年的这五强春联 截止到目前 大家的这个投票情况是如何 截止到目前呢 18号春联呢 是63票 44号春联是26票 75号春联 那是23票 109号春联 现在的投票数是最高的 有106票 以及114号春联是53票 欢迎大家呢 继续来为你自己喜欢的春联投票 那么大家可以点击第一财经 今日股市 第一财经糖股论金 以及第一财经公司与行业 微信公众号 今日推送的头条文章 来为您喜爱的春联作品 进行投票 好 接着咱们来听一听三位嘉宾 给我们一点干货 咱们还是要落实到下周市场 具体的一个交易当中去 陈老师刚才说了 其实主要是范科技 但是我觉得范科技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轮动速度很快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让大家准确地抓到 那样的一个持续的热点 好的 那我们讲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乃至最近 可以讲科技板块当中的细分 确实是反复轮动 你要做好确实不容易的 那么我觉得有两个办法 如果你是比较求稳一点 就是说虽然有好的品种 但你不要去追 那么好的品种 如果是对于盘中 把握能力比较强 对分时 对K线量价的这种判断 能够比较果断地出手的 那么是可以 是当有的是追涨的 但是如果追涨你不适合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补涨的 那么补涨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你也要看 就是从相约的底部启动以后 日线是多头排列 周线已经是翻红的 那么量价出现了 一些中阳线的排列 那么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原来我们也交流过 小阳小阳必有大阳 对 往往它后面就会进入加速 所以你求稳的话 做科技股 可以做一些相对底部温和放量 小阳线夹杂着这种中阳线的出现的品种 往往后面有可能加速 其实就是可以看着高标 是吧 看着这个热点龙头 然后就找一些低位的 相对低位的品种 对 潘老师呢 我觉得短期我们先等一等 下周还是要等一等 等一等 但是看到就是春雨新院是从初年开始的 我也回想去99年 真的 那个519行情 我有一个想法 今年能不能重温一下旧梦 比如说行情是在5月份 这是一个预测 然后第二个 因为我们那个 基本上全面注册制 将在今年落地 这是一间大使 那么从这个大使角度上来看 现在基本上已经定下来 长地副限制也已经定下来了 那我觉得大家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北交所是比较活跃的 然后我们以前谈起北交所曾经说过 就是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但是外面的脚步是很近相近 然后现在如果这波行情 等再度安静之后 大家再度地去看一下这个市场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应该看一下 就是从事成本 因为现在去年的经济不太好 然后整个增值税都是下降了20%多 那么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企业 它是有规模的 只是因为现金流接不上 但是如果从事这些企业 它会难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这些 下面举的所有的例子 都已经是过去式 就类似于像红星梅凯隆之类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重新去挖一下 那这部分公司是在港股 大家去关注一下 有的只有一毛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从第四个 就是有些公司已经非常成熟 是成熟的公司 在我们市场是被低估的 那我觉得类似于 也已经是过去式 类似于像柯大逊飞这样的企业 都都是过去式 我只是举个案例 那么从第五个角度上来看 现在因为年报业绩预告 大家好像不怎么看中 但是我相信 一季报的业绩预告 大家肯定会看中的 多去看看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行情 在现在我们是等待 但是我们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然后去迎接未来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其实所谓的等待 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其实等待的过程 才是最应该 就是勤奋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就是你要去积极地 去做很多的准备 之后才能够真正地 等到这个行情的来临 对 我还想补充一句话 就是陈文老师说的 饭科技我非常赞同 如果说有饭科技 然后业绩又能落地的 那就是No.1了 就方向你也是确定 你也是认可的 对 是吧 好 咱们来听听陈俭峰 给大家去干货 你觉得下周市场 因为我觉得虽然亮起来了 但是好像轮动也比较快 而且大家也在说 价值和成长 你到底该选什么 之前好像大家看到 很多是核心资产的评仲帐 对吧 然后春节回来之后 就发现风格到底是变了吗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其实刚才风格的时候 我们说了 应该接下来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扶胀行情的阶段 那么操作上建议我 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 更多的重视 你自己的一个战略上的选择 那么战术上的选择 轻视一点 那么战略上的 什么是战略上的选择呢 就是我们在看好 整个兔年行情的大背景下 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你相对的重点的仓位 我觉得是比较可以的 第二个呢 就是像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了 就是我们从一个 相对确定性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找一些 相对确定性的品种 比如说在我们经济复苏的 过程当中 那么叠加了行业本身的 一个主期反转 比如说像我们的半导体 比如说像我们的面板等等 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可能中长期确定 表现会比较强 那么短期呢 刚刚主持人说短期 那么短期呢 大家分歧的比较大的 可能是对性创分歧比较大 那么我个人理解 目前的行情还没有结束 因为呢 我个人理解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们互动平台上 刚才潘老师说要等一等 然后有网友说 我支持潘老师 下周要等一等 你觉得下周要等一等吗 这个等一等的意思 就是不要盲目出手 先观察一下再说 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选择 但是我告诉大家 现在呢 应该更加重视一个战略上的选择 战略上的选择 就是你看多 就应该有多头思维 对 是吗 不要老想着比较短期的市场 更多的重视一个牛市的思维 用一个牛市的思维去看 这个问题 我想听见陈老师 你觉得要等一等吗 下周 看个人的风格 那么我觉得 为什么我看好泛科技呢 其实推展一点讲呢 就是还是大的背景 大的背景呢 就是我一直讲 原来是叫人口红利 现在是叫工程师红利 现在我们人口增长率 可能遇到了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其实人口 在相对的数量的情况下 我们的工程师队伍 其实是非常的壮大了 所以出现了比亚迪 出现了很多的 出于世界前沿前列的一些行业 制造业的 浓头企业 对 那么这里边工程师的这个红利呢 我觉得就会替代原来的红利 所以泛科技就是我们的选择 好 所以陈老师的意思就是 其实也是跟根据 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然后呢 你可以等 但是也可以不等 但是我觉得刚才陈俭峰 说到一点 就是你要有多头思维 或者说他刚甚至用了 一个牛市的眼光 或者牛市的思维 去看待当下的市场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 和我们互动 稍后呢 我们会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还有今天第二场的三位嘉宾朋友们 那么刚才听过了 我们第一场的三位嘉宾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 不同的一些分析和观点 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一定就是最好的 那么他们呢 也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新年市场的一种期待 包括呢 在市场当中的一些操作 还有热点的机会的把握 相信呢 通过今天的整场直播 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收获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我们今天的正场直播 你可以一天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刷短视频 也可以花大量时间盯盘 了解资讯 但我希望你可以抽出 15分钟的时间来 学习一些真正实用的投资技巧 寻找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方法 这套七天绝金新龙头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可能让你不靠消息 不凭运气 而是通过理性的分析 不断取得进步 不管有没有时间 我都希望你能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一起学习这个七天 绝金新龙头 只要15分钟 它会带你学习股票 投资的涨别规律 和13种投资技巧 还有专业的导师 实时互动答应 也许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不再盲目的嘴掌杀跌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吧 学习对象 有广电5G帮我能